大家好,我是清潜,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高温的环境下如何养护我们的油画婚礼 我这颗油画婚礼呢,相信关注我的老粉丝都知道,这个是去年了 大概秋天的时候我剪了一段枝条,扦插成活了三颗 然后后面呢,自己又买了一小颗,花了大概是两三块钱左右吧 你们看,现在来看一下它们的状态,已经长得还是比较好的 这一颗分支呢,也比较多,其实油画婚礼呢,它养故也比较简单 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土壤,土壤一定要疏松透气的,不板结的土壤 因为我们能发现就是它的这个颈干呢,含水量比较多 然后属于露制的颈干,然后叶片呢,也是属于这种含露制的叶片 所以呢,对水的需求呢,不是很大 在最近我们这边是三福天 但是相信北方的朋友呢,可能现在降温了30度 35度以上呢,我们就是要适当的给它遮阳 不要让它长时间的暴晒在阳光之中 如果呢,就是暴晒久了,它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这个叶片有些发黄干尖,我们要适当的给它遮阴 或者是把它移到室内来进行养护 当然,它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光照的 才会有这种绿的和这种粉的条纹相间的一个状态出来 如果呢,就是光照过于强烈或者是过于光照缺乏的话呢 它就是整个叶片呢,会变成绿色的,观赏价值没有那么高 另外呢,如果我们想要它枝条分支多 然后叶片长得比较好看的话呢 偶尔可以给它施一些有机的淡肥 这样子来促进它的叶片的生长和分支 平时的养护呢,也比较简单 就是干着干透,焦着焦透的一个方式 但是我们如果放在室内养护的话 一定要把它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这样子呢,对它的生长比较有利 我们可以通过扦插来进行繁殖 看这个原来断了一小根 这个已经露出来了 但是呢,它这个就是从它这个每个结的地方呢 会有长出气生根扎在这个土里面了 已经成活了 而且这个以前呢 我也有给它就是有分支扦插修剪过 它这个呢,就从它这个结的地方呢 会爆出这个新的侧子出来 看这个里面它爆发出了一个 我们如果就是有土长的现象呢 可以给它通过修剪的方式再进行扦插 然后它下面呢 又会冒出这种比较短的 比较小的这种侧子出来 来保证整个植株的一个饱满软润的一个状态 我是每天分享羊花小知识的亲切 如果喜欢我记得点赞,收藏,转发,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